书接上文咱们是立刻开书 您说一个33岁的寡妇 应不应该嫁给一个7岁的孩子呢 您跟我的看法应该是一样 我想应该是不行 可是啊 这草原上雄才大略的夫人满都海 她觉得行 我们到现在也找不出这个满都海附近 其他的想法和用意 我们只知道啊 这满都海附近只是想把这个大汗之味 保留在黄金家族 保留在忽必烈一脉 那咱们就要说说呀 这位准心狼了 这位七岁的准心狼啊 叫巴图猛克 那么说咱们前文书介绍过了 这个绰罗斯大汗野仙呢 他把那个所有的黄金家族 最主要的就是忽必烈的一脉啊 杀的差不多了 闹得草原上这些不二纸巾呢 是人心惶惶 那为什么既是不二纸巾 又是黄金家族 并且还是忽必烈一脉的巴图猛克 能够逃过屠杀呢 却原来啊 他和这野仙呢 有亲戚 他是那个被野仙活埋了的 阿嘎巴尔纪济农的曾孙 说白了 也是这个野仙的曾外孙 虽然他爷爷没能逃过那场屠杀 和他的祖爷爷 也就是这个阿嘎巴尔纪济农 一同被野仙活埋了 但是呢 他和他的父亲逃脱了 并且就因为是野仙的亲戚 所以啊 才能从追杀的瓦剌骑兵手里脱逃 可是啊 很不幸 这东蒙古啊 没过多长时间 就上来了一位太师 这位太师的名字呀 叫易斯玛因 这易斯玛因呢 不但杀了巴图猛克的爹 还把呀 他的母亲裸走了 使这个巴图猛克 一下子就成为了孤儿 在这草原之上流浪 那是没少受罪呀 自小就落起了病根 什么病根啊 气骨症 当然了 后来呀 被这个满都海夫人找到之后 哎 慢慢的这个气骨症啊 也治好了 那么说这33岁的准新娘满都海 和这个7岁的准新郎 巴图猛克 这两人的婚姻就只有年龄上的差距吗 实际不然 这要让中原汉族人看起来 这里边的婚姻呢 那混了蛋去了 首先说这新郎他爹巴图猛克 和这个满都海的死鬼前夫满都鲁韩呢 这两个人是仇人 这老韩王活着的时候 这两家没少打架 并且这细算起来呢 哎 这位7岁的新郎和这33岁的新娘 这两个人算是至亲 这辈分差的 推大 跟我们家乡说呀 这新郎应该管这新娘 叫一声三老太太 那时候歌到北京话呢 叫三祖太太 这要是写出来呢 就应该是曾书祖母 这说的可是亲的啊 哎 可不是旁之 亲到什么程度呢 这我能联想到我 我也有啊 这曾书祖母 正好啊 排起来呢 我也得叫三老太太 哎 这老人家过世的时候啊 我得身穿重孝 守灵宋殡呢 一二都不能少 歌咱们汉人 那是相当近的自己家的长辈 可是歌人蒙古人那儿啊 人不愣着 人一个敢嫁 那个还真敢娶 当然了 这敢娶的新郎啊 说话也不算数 这满都海有多大的决心 一定要嫁给这七岁的新郎呢 在这个蒙古史诗当中啊 有这么几句这个吟唱 我可以啊 摘几句给您念念 这些东西啊 口传新兽 流传在草原上 相比较啊 那些各怀鬼心思的史学家们 写出来的一些史料 可能还要准确一些 这是一段誓言 是满都海的誓言 他在什么情况下起的誓呢 他是在啊 所有的草原贵族都来争相向他求婚的情况下 而他却选择了这个七岁的男童 才发出了这段誓言 是跪在成姬思汗正妻忽贝列的师母 索尔和天尼临位前发的事 他说我在不分黑白的地方嫁来做儿媳 幸运的成为了可汗的后裔 倘若母亲您相信我的话语 相信我真诚的守护您的后裔巴图猛客 做他的贤妻 那么我保证在内金中赐给我七个男孩 在外金中赐给我一个女孩 愿他们坚如钢铁将您的香火延续 这么看来呢这满都海夫人呢还真是没有什么私心 他就是单纯的想延续成姬思汗黄金家族一脉 那这么一来呢这件婚事啊就这么定了 可是定是定了结婚肯定是接不了 七岁男童他怎么结婚呢 从这以后呢这两个人呢或者算是订婚或者算是口蒙 这位七岁的男童巴图猛客 实际上就是后来草原上的忠兴之主达言寒 这会儿呢这满都海夫人名字后边就有了后缀了 叫满都海车臣 这车臣二字是什么意思呢 有人说呀是摄政 摄政王代理朝政的意思 不过也有人认为呀是这个聪明的意思 是一句呀蒙古古老的封号 可以被译为私勤或者是续真 那无论呢一成什么 那都是唐伯虎的美人好话 据说呀这满都海车臣跨马抡刀的去亲自征讨瓦剌 哎这年幼的巴图猛客怎么办呢 他没把这巴图猛客留在后方享受安逸的生活 他要让自己这位小丈夫啊也要亲历战场 于是啊就把这个巴图猛客装到了一个硕大的剑囊里 背在身上和他一同作战 您想想有这么一位强势的女性领导东蒙古 那瓦剌比起来呀就不领了 那简直啊是让东蒙古追着揍 结果呀给打服了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啊 这西蒙古成了东蒙古的附属国 哎草原突一步狗瓦剌呀 认怂了 这满都海车臣夫人呢 一鼓作气在政治上也有很够的成就 首先呢他废除了祸害了蒙古无数代大寒的太师 这么一个缺德官职 不光是太师啊 他这一口气啊 把元朝留下来的什么太师啊 太父啊 太尉啊 太保 少师 平章之愿 等等官职 全部废除掉 恢复了成吉思汗时代的济农诺言这样的蒙古官职 实际上这是对的 蒙元退回草原之后啊 等于是恢复了部落联盟 这大寒呢 无非就是部落联盟的首领 和大寒一样有权利的 应该就是各部的宗主 在这些宗主和大寒之间呢 还要设立这么多的官员 这无形中啊 就有可能导致大权旁落 出现像野仙呢 像这个托欢这样的强硬手腕的人 一日长两日短呢 哎 这好日子过得总是挺快的 就在这个巴图猛克16岁那年 大寒亲政了 正式登上寒位成为了达严寒 这位一代英主达严寒 在政治生活以及军事上的老师 就是他那位未过门 已经订了婚的妻子满都海 转过年来 大寒17岁正式迎娶了满都海 如果按照咱们书馆 交代的年龄推断的话 这会满都海应该是42岁 至于这子嗣啊 您完全不用替这两口子担忧 正向这个满都海向神灵面前启示时 他所有请求的一样 他真的为达严寒生了七个儿子一个女儿 您别看呢 是高龄产妇 这中间啊 还有一对啊 是双生双胞胎 最后呢 这些儿子呀 基本成了这个东蒙古各部落的首领 这会儿东蒙古啊 也逐渐分为了墨北和墨南两蒙古 这些部落首领里边啊 还有四位 虽然也是达严寒的儿子 可就不是满都海生的了 这达严寒呢 在这个满都海的辅佐下 执政期间呀 通过征讨解决了东蒙古诸部 各自为政的这么一个状态 重新统一了东蒙古 将整个东蒙古分为这个左右两亿 每亿啊 各设三万户 自己的这些孩子呀 都被封为了王爷 逐渐的呢 这个东蒙古的政治中心 从这个墨北啊 也转移到了墨南 那么说呢 咱们这故事的主线呢 是瓦剌 那这会儿瓦剌 又是什么样了呢 要说这瓦剌呀 让这达严寒 和这个满都海彻臣 给整治的 那可是够呛了 这天下什么事最可怕呀 杀人吗 不是 朱新呢 这达严寒 竟然给瓦剌下了 这个行为规范令 自此以后 这瓦剌和这个蒙古 诸部比起来呀 哎 要低人一等 瓦剌从此以后 房屋不能称殿羽 要称宅 这个头上的红鹰呢 不能超过四指 杯子里装的酸奶 不能叫乌克苏 叫扯阁 吃肉的时候 不能用刀割 只能用嘴啃 这些规定啊 我们听着挺可笑 不过呢 在草原法则 草原文化背景下 据说是很屈辱 这蒙古人呢 只有对待奴隶 才这样 行了 到了明天呢 咱们得跳到墨北了 咱们详细的 给您掰扯掰扯啊 这魏拉特四部的行程 得嘞 您早歇着 咱们明儿见 咱们得到墨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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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得到墨北了